大家好 我是破产一个波进来 大家听过米其林吗 它代表着餐一届最高的荣誉 很多人都想尝试一番 但高额的价格都劝退了不少人 但我不一样 我的梦想是 要去米其林餐厅 把他们家全部的产品都点一遍 看下要有多少钱 朋友们 把不愧是你打在公屏上 所以今天我们探店的是 优惑米其林必比登的 白金有玉 托阿塔玛 白是丢人啊 把他们家全部产品都点一遍 吃个够 吃个爽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粉丝会说 啊 波进 你去的是米其林的比登 然后终于就去 米其林有限的餐厅啊 这不是难为我吗 上次我去的寿司店 就是米其林有心素的 吃那么一丁丁就用了我2500块 要是我全部点一遍 那我这不是个要破产 这样吧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破10万的话 那么下期视频 我们就去有心素的米其林餐厅 把他们家全部产品都点一遍 就看大家热情了好吧 废话不多说 跟波进一起吃鸡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白金有玉的室内了 看起来那个装饰还挺日式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激动的 点菜环节 看我点的话 大家都看腻了是吧 那没关系 有请我们的 悠悠 欢迎 好的 那么现在已经买完单了 由于他们的菜品比较多 我们就挑销量排前十的菜品 开始品尝 首先第一款 有玉饭65块 这个就叫给我们悠悠来吃 它的米是那种东北大米 是一颗颗圆圆的 然后颗粒分明 再加上上面的肉碎和紫菜碎 整个口感特别的清爽入味 我是觉得很好吃 俺也一样 比较推荐4分 算了算了5分吧 我看他厨师很狠狠的 瞪了我一眼 下一盘 鸡心盘18 其实鸡心盘就是鸡心 不过它中间是切开的 好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 炭火烤过之后 有一种炙烧的味道 搭配着香甜可口的相汁 但是稍稍有点腥 这个我只能给它3分 第二个就中招了 不会吧 下一盘 鸡灯笼25 诶 这个有意思 它下面掉的两个东西 反正要打一下马才行 不是怎么打完之后 这么奇怪的 哇 这个麦相真的不敢下水 粉丝先吃 啊 我来尝试一下 哇 那个鸡蛋是生的 一咬下去 蛋液让我嘴里面爆开出来 黏黏糊糊的蛋液 灌我一嘴 哇 太难顶了 生理看剧 它下面其实是鸡的速暖管 也是生的 这个的话我就给2分 我太陪见了 下一款 鸡蚝肉20 鸡蚝肉呢 就是鸡大腿内侧 那两块肉 就是说一只鸡只有两块哦 可以说非常珍贵了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烤的挺好的 鸡肉很鲜甜 汁水都锁在鸡肉里面 肉质鲜嫩 没有过多调味料的味道 讲究的是食物的原汁原味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目前来说这个是最棒的 我给它4分 值得一次哦 下一款 牛舌40 我们来尝试一下 哇 味道很新鲜 口感很紧实哦 里面还能看到牛肉的鸡肉纹理 棒棒棒棒 推荐分4分 下一款 鸡子25 应该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鸡子是什么东西 这么说吧 每咬一口都有一个小伙伴撕出了两颗东西 一咬下去就爆香在我嘴里面 这种感觉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在吞那个一样 超级无敌鲜美 就是生理很抗拒 接受无人 我再重申一遍 以后再也不要说 广东人什么东西都吃了 我们的接受能力比日本人来说差多了 推荐分0分 哇 真的是害怕恶心 下一款 鸡屁股20块 这就是我们平时不要的下饺料 推荐分5分 下一款 烤鸡软骨18 那么来尝试一下吧 鸡软骨非常脆 它表皮泛着那种鸡油 就会有很丰富的油脂 酱汁非常入味 这个推荐分5分 超级好吃 全场最佳它喝鸡屁股 下一款 鸡皮18 鸡皮疙瘩 大家都听说过吧 色款也是他们的人气款 那么来尝试一下吧 它上面淋着那个造烧汁 摇起来是甜咸味的 鸡皮表面很较脆可口 就好像蜘蛛油渣一样 一口下去里面的肉非常的软嫩 鸡皮滋滋冒油 加上一点点的盐巴 来增加香味 美中物足就是有点太腻了 推荐分了 4分 下一款 鸡百肝22块 鸡百肝应该就是鸡肝了 我刚查百度了 我没查出来是什么东西 知道了小伙伴 可在弹幕告诉我啊 那我来尝试一下吗 好好吃哦 鸡肝的味道很绵密 一点也不腥 而且一口咬下去 里面会有汁水流出来的 还有股淡淡的甜酒的味道 烤得火候也相当不错哦 推荐分 5分 下一个产品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听到这个名字 感到疑惑的话 请你们在弹幕那里打问号 就是这个 味噌雪糕 煮开 听这个名字 就好像黑暗料理一样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我摸着蓝星给大家讲 这居然是好吃的 咸香的味噌 再加上浓郁的奶香 混搭的味道 最好像 太非奶糖的味道 非常不错 这个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推荐分 5分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 白金有欲 热销的全部菜饼 都吃完一遍了 现在敲咪咪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第一 我刚刚我点了个鸡中刺 那鸡中刺 它里面是红色的 没有厨 我就问厨师 我问他 是不是煮完就是这样的 他说不是啊 是没有书 然后他又给我 烤了个全新的 然后我又撕开 里面又是没有书 证明这家店的厨师 技术 参差不齐 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平上 好不好 第二就是他们的饮料 我感觉这个就是 番茄酱 直接加白开水 对成的 超级难喝 作为一个米其林店 饮料 起码也要顾及吧 第三 他们服务员的数字 但是参差不齐 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 他们不停的给我们上错菜 我差一点都吃到隔壁桌的菜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米其林的店做出来的事 你们觉得呢 总的来说呢 它的价格一点都不比其他米其林店便宜 我刚买完单 要我2630多块 而且味道见仁见智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多惊艳的 但是视觉冲击力很强哦 有几道菜 甚至我还不敢下嘴 挺恶心的 希望大家去这家店的时候 三思而后情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三连 走一波 我是波金 我是二甲 我们是破产区的美食播主 我们下期再见 Bye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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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